22万元买15只iPhone 明明说好 这些都只是账面上帮忙做业绩 钱会退回来 但最后只拿回2万元 十大商圈 这间被多名消费者指控诈欺的通讯行 最新的受害者 竟是曾帮业者跑单的外送员 我用啦啦木的平台接到他的单 然后认识的 然后他就说 私底下给我接单 然后就有加赖 他的讲话算诚恳 你不会想到是诈骗 就会让你相信他 再加上对方是实体店面 想说应该不会跑吧 之后老板也提出iPhone买食送衣的方案 能拿本金抽佣金还获得手机 1月2号是尾款20万退的时间 然后他就开始各种理由推脱 所以我现在正值之外 我还要兼职到半夜 就外送跑了半夜 拿出对话记录 被害人催促还钱 反而还被严厉质疑 1月12号决定提告 两名被害人才在派出所巧遇 第一次上门只是纯粹去看一下 路过经过看一下而已 然后第二次是决定 就是半年后了 决定说这个iPad讯息有需要 所以我们决定去买 我们总共花了43万 然后可以退用部分是8000多块 只要提出任何疑问 通讯行业者都有理由解释 放下借薪换来的却是空等 没有想到说现在的诈骗 台湾的诈骗情形有这么的泛滥 泛滥到连开店面都可以诈骗 生活变成被卡债缴利息 被指控的通讯行 从1月再也没营业过 Google地标上布 最近更新停在11月 填门一次还被受害者塞了纸条 找不到人逃这些钱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司法 TVBS新闻成员里 捷舞亚太阳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